口罩每日限量 但源頭減量 新加坡總理夫人合金臉書露玄機 總理夫人用官方帳號留言 新加坡在台灣有兩條口罩生產線 但已經決意在下週移回新加坡 這家新加坡來台灣駐點的公司 專門生產小朋友3到6歲的口罩 以及成人用的N95口罩 不過傳出2月底就會撤出台灣 3月正式投入新加坡生產口罩 網友見狀趕緊在PTT論壇上爆料 果然引發討論 有網友說不准走 當台灣法律是塑膠做的吧 用我們的地在非常時機 豈能說走就走 員工戴著口罩一頭霧水也沒被告知 趕緊澄清口罩生產 並非公司主力 經濟部工業局則表示 這家公司早在過年就提出轉移需求 2月底確定會將產線撤出台灣 因為營業登記掛著機械生產 目前只是徵用口罩判定不違法 而且就台灣產能 3月中旬將增加1000萬片 保證源頭絕對充足 只是敏感時期 產現任何風吹草動 現在都變成關注議題 記者周天姐周一蝶 她又報道